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继续往下走 就是投放第一则广告 好 先向广告目的 好 这我们刚刚已经有讲了 我们就快速过 就是必须非常明确 然后进入广告管理页面 OK 然后在左手边 因为这个简报都会留给大家 所以到时候你们可以照这个参考 然后还有我刚才说的 在脸书的后台呢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教学的内容 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我这边只带大家稍微快速的看 这样子 我等一下会实际操作一次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大概其实就这样很简单 好 就直接连结左边的侧栏 有广告管理员 然后点这个广告中心 看所有的广告 然后在这里呢 就是广告的一个概念 这里我会花多一点时间讲 因为操作东西不讲 但是这个概念的东西要讲 脸书的广告呢 是非常标准的三层制 三层制呢 其实在之前 比如说Google的广告设定 也是这样的三层级 在亚马逊的关键制广告 也是三层级的 那它是怎么样去分呢 就是第一个 你在后台看到 你会看到行销活动这个层级 我们刚才只是在讲 就是说行销目标 目标目标 你要设目标 目标在哪边设定 就在行销活动这个层级设定 就是campaign的这个层级 所以你在建行销活动的时候 它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 你到底想要干嘛 你的目标是什么 这里就是选这个目标的 然后第二个呢 它会问你你的预算 如果你今天是使用就是 行销活动层级的预算优化的话 简单来讲呢 就是你给脸书弹性 让它帮你去分配 你的预算到不同的广告组合上面的话 那这边的预算就在这个层级设 它的那个后台的名称叫CBO 就是行销活动预算优化 就是今天如果我下1万块在 行销活动的这边 说我一天愿意花1万块的话 然后我底下可能有10个广告组合 那就代表说你给脸书权限 让它去帮你分配这1万块该怎么花 这是他们在前年的时候推出的功能 你不给它这个权限的话 那就代表说你每一个不同的广告组合 你就要自己设定预算 所以广告组合呢 其实也有组合的预算 OK就是如果你在这边设定预算 那预算没了 那这广告组合就停 行销活动设定的是目标 那广告组合设定的是什么 设定的就是投给谁 然后包含板位在里面 就是板位 然后受众的兴趣 兴趣 年龄 地点 语言 全部都在这里面 就是投给谁 在广告里面设定 第三个层级呢 就是广告 广告呢 就是代表实际的内文 图片 影片 素材 就是你的那个实际消费者看到的那一则广告 长什么样子 就是在广告里面设定 所以一个广告行销活动里面呢 可能会有非常多的广告组合 而一个广告组合里面呢 也有可能会有非常多的广告 当然太多广告我是不建议 OK 因为你应该只把好的广告留下来而已 通常我们自己在做一个广告组合里面 了不起就是两到三个广告而已 因为如果你都是有同一个广告的话 那可能这些人一直看同一个广告也会有点烦 所以通常有两个广告在里面 它第一个可以增加这个曝光的弹性的疲乏的时间 变得比较比较长点 大家不会看你的广告看的烦这样子 就连那个运材诈骗广告都有这么多广告组合 你说你卖这么好的产品能够不很多广告吗 当然一定要很多的广告 对不对 这个回顾一下就是广告活动是设定你的目标 广告组合设定投给谁 然后广告就是实际那个广告 然后一个广告活动里面会有多个广告组合 一个广告组合可能会有两三个广告 好然后这里呢就是有命名的方式了 命名非常的重要 但是要怎么样命名你可以自己决定 重点就是你要能够一看就知道你在投什么东西就对了 然后别人也知道你在投什么东西 最怕的那种就是命了一个名 然后自己搞得懂在发生什么事情的 那就会非常的辛苦 因为别人在去帮你看你的广告账户 想要分析广告账户的时候就很难 好那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行销活动最重点是目标嘛 所以在这里你就要把目标讲清楚 所以第一个 因为你可能一个广告账户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所以你可能要把商品放进去 然后你这边是在跑这个Topofano 就是漏斗的顶 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缩写方法 你可以写冷温热都可以 然后有些人会写什么TOF MOF BOF也可以 acquisition 反正每个人自己有自己的写法 反正你只要写的你自己懂 然后有一致性就可以了 然后所以你跟别人解释 一直别人就懂 所以商品然后冷流量 获取新课的 还是跟你广告互动过的 温还是热去过你的网站 但没有买到东西的 然后行销活动的目标也可以写在上面 convergence 然后销售的转换 然后预算 有些人会写 有些人不会写 因为预算会变来变去 通常我不一定会写这样子 然后手动出价 自动出价 反正日记等等 然后这个 然后广告组合的话就会尽量把你想要投给谁 这里面的受众是谁写清楚 像这个可能是男性27-34 然后台湾 然后兴趣可能是科技游戏机 然后日期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大概细节 大家自己可以去定义 但只要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 然后让自己可以看得懂 然后不要这个东西成 这个跑得很好 之后还要再点进去看细节的设定 才知道 哦原来是这个跑得很好 这样的话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 在未来的成效的判断上面去 然后广告组合的测试模型 就到底该怎么做呢 基本上广告测试会分两个阶段 OK 就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你可能是测你的素材 如果你已经知道 你的表现好的受众 可能是哪一些的话 第一个我会测的会是素材 所以我测素材的做法呢 反正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广告组合里面放一个素材 然后复制一份广告组合 就是一模一样的广告组合 比如说今天如果要测素材的话 我就会做一个 比如说这一个 假设这个表现的蛮好的 就是男27到34 科技 然后喜欢游戏机的 那就是针对这一群人 我可能会有第一个素材 然后针对同样的一群人 然后我再复制一次 再做第二个素材 然后看这两个素材 哪个表现比较好 OK 所以你测完素材之后 你就可以拿测完的素材 比较表现好的那个素材 再来测什么 再来测受众 所以通常都是一个一个 这样子的环节去测 就第一个 搞懂你的素材 哪一个比较好 然后做完素材的测试之后 你再来做受众的测试 然后接着就慢慢把表现不好的受众 关掉关掉关掉 OK 所以这就是广告组合的受众的测试 所以广告组合呢 其实目的就找出对的受众 就是在于你已经觉得 不错的创意底下 广告创意底下 找到对的受众 然后一次呢 我们就测试一个变数就好了 然后同素材 不同文案 同素材不同受众 不同素材同受众 就是测试的东西呢 不要不要变得那么多 所以通常呢 其实如果你已经测过你的素材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应该要 走第二条路 就同素材不同受众就好了 OK 因为你的素材已经过了嘛 就过了第一 第一关的测试了 那在这个时候你就测你的受众就OK了 我们来进一下这个企业的广告平台里面 然后跟大家快速讲一下 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然后顺便展示给大家就是新的广告 怎么建置 所以在行销活动 我把画面开大一点 行销活动这边就是按建立 因为我们第一个层级 是从行销活动这个层级开始建的 所以就按建立 那转换次数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假设我今天做的是一个电商的广告内容好了 就转换次数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写 呃 果汁机 然后我的客流 针对的是冷流量 广告目的 假设 假设我现在我这一个行动 行销活动 我只在第一层级 就第一个阶段 我想要测试 呃 广告素材的话 就写测试广告素材 这边放你的日期 0721 21 这样子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刚讲的 行销活动预算最佳化 就是你可以决定就是这个预算是由脸书帮你分配 还是你自己分配 那这边假设我们就是自己分配 我们就不要开这个 我就 因为我等一下做两个不同的广告组嘛 所以这边 这边我们就点这个新广告组合 好 新广告组合呢 就是我们这边要设定谁 要设定我们要投放的对象是谁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边我们简单就是 假设我们是透过兴趣做针对的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填这个广告组合的细节的资料 好 然后 呃 转换的事件可能是在网站上面发生的 好 那在这里呢 其实如果我有连结像素的话 他在这里就会 叫我去选择我要的像素的事件是哪一个 就我们刚才在讲 这是像素事件 像素事件 其实在这个兴趣这边要设定的 OK 所以 因为我现在这个是新的这个新的账户 我的像素没有设计 呃 建立过我就没有要选 但是如果你已经建立过像素 然后有追踪过事件的话 你在这里就可以选 所以你可以选比如说购物 就OK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如果你在这里跑 你自己的网站 可是你还没有追踪像素的话 你就一定要把像素建好 才能够使用这样子 好 然后这边就不用 不用用这个什么活用型 什么广告创意的 这个是对我们现在来说就太复杂 不要搞 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复杂化这样子 好 然后这里经费的话 就是你可以设定你愿意测试的金额 那测试的金额的话 通常我会建议就是比如说 如果你的产品的金额 比如说一千块好了 我就建议你的预算 就是至少要放那个两倍左右 给至少放两倍左右 因为如果你 你的一个产品是一千块 然后你可能 需要花到三百块的广告 才能够买到那个流量的话 就是才能够造成一个转换的话 可是如果你设太低 那代表是你是不是要花超级多天 才能够知道你这个金额到底合不合理 但我这个账号不一样 那账号是美金 所以就不能放那么多 就调整单日预算 我用美金来讲 假设我这个产品是美金 50块钱的东西好了 那如果就算我的 广澳的投资报酬率做到 ROAS2的话 那代表我需要花至少25块美金 才能带来一个50块的消费嘛 对不对 那所以如果我只放25的话 就是有点太保守 就可能啊 就是不一定花到那个钱 就是不一定能够带来销售 因为预算太少 所以我这边可能就放50块 所以可能放至少跟你产品一样高的金额 去做一次的测试 你才能够给他足够多的机会 OK 除非他有很很很差的表现在别的地方上面 比如说一开始点击就爆炸烂的 那你就可以提早停 可是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 其实你要给他足够的预算 才能够是一个完整的测试 然后开始的时间的话 很多人都会选择就是在隔天的凌晨开始 OK 就比如说凌晨或两三点这种 因为他希望能够把预算分配到一整天完整 因为你今天放50块钱 脸书不会一下子把你花掉 他平均的在一天24小时之内花 所以如果你开始日期是很晚开始的话 你第一天就会只花到一点点的预算 就不会那么完整的测试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比如说凌晨12点开始 那就可以让这个预算能够完整的跑完一整天 然后结束日期 通常我就把它弄掉就不锈 然后继续往下的话就是广告受众的设定 那假如这里我们是做台湾的投放 那刚可能会有人好奇就是为什么是美金 那其实你在账号设定的时候 广告账户设定的时候开始 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用的匹别 跟你这广告账户所在的时区 当时就可以选这样子 所以我当时就选了美金这样子 因为原本是想要这个账户 原本是想要来投美国市场 但是如果你在台湾的话 当然就是选择新台币计价 因为这样对你来讲比较好转换 那如果你有自定的广告受众的话 就当然从这边选 但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新的 所以我们就要从下面 就是兴趣这边开始选 然后居住在此地点的人 包括台湾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针对台湾 去做投放 好 然后在这里呢 就是年龄看你要不要去做限制 像这种如果是非常大众型 因为我现在假设我投的是果汁机产品 果汁机其实就非常大众 我觉得一开始就不用太去做设定 除非年龄 就除非你觉得你果汁机 18岁20岁20岁20岁 买不起 那你当然可以去设定不同的年龄 OK 就是你觉得你产品有些年龄的特征 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明显的话 或者是一些性别的特征是非常 你觉得非常的明显 就是你觉得男性打死不可能卖 那OK 你就可以去调 但是如果你也不敢那么打包票的保证的话 那你就我会尽量建议你就是把它开放一点 然后让脸书去帮你去做定位 OK 所以这跟很多人的想象的精准受众不一样 你觉得说脸书广告投放不是要很精准受众吗 没有错 精准是要精准 但是是要让脸书去帮你找的精准 你要去相信他的演算法 能够帮你找到精准 当然你还是可以试一些就是比较明显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太确定的话 我就建议你不要去去放太多 然后接着这边显示更多 要打开 然后才能够编辑你的兴趣 就这边然后按编辑 然后他现在有一个详细目标设定扩充 这个地方呢就建议把它关掉 因为你想要测试的是兴趣嘛 所以这个他后来多了这个新的功能 我建议把它关掉 你这样的话你才比较知道你当时测的是什么 然后他到底准不准 好所以果汁机的话就很简单 你就可以先 好那最基本的就是果汁嘛 就直接打果汁 就是果汁机要打果汁合力吧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打一些 比如说随便减重 你看好没有 然后健康 好有健身跟保健健康保健 健康保健 好这边是960万人 所以就是相当广泛 广泛不是坏事的就是在绿色的绿色的地方都还是OK的 因为代表说联署有足够多的这个权利去选择 去帮你去找到正确的消费者 OK其实都是OK的 然后如果你有时候打一打你可能不知道还有什么适合的 你就可以按建议这个按钮 然后脸书就会建议出非常多 它认为跟这些有相关的 像这个冰沙就就很合理 可能健康保健我就觉得太大 我就把它弄掉 就把它按插就把它弄掉 那这边是690万 然后你可以再按它建议一次 然后可能 可能 可能 或许是 Juicer 也可以 然后这样子呢就就完成你的设定 然后在这边你就可以选择就是你刚刚所设定的东西 所以刚刚比如说选择冰沙嘛 我就copy冰沙就进去 针对冰沙 然后那个年龄你可以把它打在上面 比如说男性女性你都有头 然后16岁掉60 家你都有头 然后072121 然后这样进去 OK然后这边就是广告组合完了 然后下一个就是做广告选择 OK所以这边你可能选择一个适合的 比如说我刚刚我这边有一个粉丝专页 然后在这里呢我可能选择我的 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广告名声到时候 你可以再命名 然后选择你的粉丝专页 选择你的Instagram上号 刚刚有错过一个地方跟大家讲就是 版位的东西 版位我都是选自动版位 OK因为就是让脸书去判断哪些东西就好了 就是用自动版位 除非你有非常多的证明跟证据 就是过往你投的什么版位全部都没有效 然后你那些都不想投 那你就可以用手动版位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建议你用自动版位 然后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归音设定啦 就点击后7天内这个OK 就是基本上其他东西都不用太去碰 就是基本的预设值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动态格式给关掉 OK然后选单一图像或影片 这是最基本的广告形态 就是这种单一图像或影片 那轮播当然就是更复杂的广告效果 你就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但是基本的话我们就选这个单一图像或影片 好然后在这里呢你就可以选择新增上传一个影片 然后这个是粉丝专业 我找一些这个产品也有一些过往秀的 好假设我今天投放图片好了简单一点就不花太多时间 凡是暂时给大家看 好完成然后这样子呢广告的图片就上去了 然后接着呢就是主要文字主要文字呢就是在广告上面会出现的文字 但是文案就是基本上就自己写那这就是在图上面的这一段文字 好然后标题呢就是这下面的这一段 ok所以这边可能是get 10% off 我随便打 然后说明的话就是在下面这一段文字 所以你可以它旁边都有一个预览 所以你打了什么字然后出现在哪边你就可以知道 ok所以主要文字然后标题 这样下去 网址就是要去哪里就是这个地方 ok所以这边就要选你的网站的位置 然后code action就是旁边这个按钮了解详情 还是你要什么别的按钮都有 比如说来去逛逛来去逛逛就是 是购物的shop now来去逛逛 然后有些更细的就是刚才有人问UTM UTM其实在这边设定 就是在网址参数这边你可以设定 ok或者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到你的广告网址里面去都可以 ok但那个比较进阶今天可能就不跟大家聊太多那个部分 好那所以这样呢一则广告就就见完了 所以我们可能这边叫做新广告1好了 然后072121 ok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一个广告活动一个兴趣一个广告 ok目前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关闭 好那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个广告在里面了 那我刚讲的第一个我们要做测试什么测试广告素材 对不对因为这个广告素材有可能好有可能浪 我们根本不知道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针对同一组广告组合 但是投一个不一样的广告 好那这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直接回到刚刚已经建好的广告组合呢 我们复制一份就可以了 好所以就点上复制 然后复制在现在这个里面 然后就按复制 所以这边我们就有一模一样的广告组合了 就变成说我现在有两组广告组合 那在这里呢我就把名字给拿掉 好就是不要有副本 就是基本上同一个 但是这里呢新广告 我就不要这个广告 我要广告2 然后这里呢我再下来换一个广告图 更换影音素材 好假设这个我要打这个蓝色的好了 然后其他的我就不改了 因为我尽量一次不要改太多东西 对不对 因为如果今天改了图 我改了文我改了一大堆东西 那我怎么知道是因为我的文案变好了 效益才变好 还是我的广告创意变好了 这个图片变好了才变好对不对 所以在测这广告的时候 你必须要像刚刚那个简报里面有提到 就是一次变更一个东西就好了 就是你在测素材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好那这里就关闭 好所以我现在做了什么事情 我现在做的就是 我建了两个不同的广告组合 然后每一个里面呢 都只有一个广告 那这样好处是什么 这样就是如果我到时候开始跑 这一个广告的时候 他预算都一模一样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看 我这两个广告呢 到底哪一个效果会比较好 就是哪一个广告效果会比较好 那当然效果呢 会有非常多的层级的地方 在最早的时候呢 你想要看的可能是广告的点击率 就是广告的点击高不高 就代表你的广告吸不吸引人嘛 那如果你有影片的话 你当然是要看广告的观看率 所以每一个广告的形态不一样 你想要看东西不一样 那假设今天我们是因为这个是图片广告 我们想要看点击率的话 那我们怎么看 你可以到这个自定这个地方 自定的时候呢 你可以按自定直栏 这个按钮按下去 你就可以去定义就是你看到的这个 数据有哪一些 所以点击的这个成效呢 是在点击次数 不重复连外CTR 因为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广告投了之后 都是需要去到网站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连外的点击 所以是连外的点击的CTR 所以不重复的连外点击CTR 就可以判断你这个广告到底有多吸引人 就是多吸引人去点击就对了 因为如果能够吸引人点击的话 那接下来销售就是网页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广告的成绩你要关注的 其实比较主要的是这一个 那当然最后如果成效销售开始回来的时候 当然ROAS 就是投资报酬率 才是最最主要的 那投资报酬率在哪边呢 就是在下面 所以购买有分每一个购买的成本 还有购买的总计次数 还有总计的价值 就是买了多少钱 你就可以把它定义进去 按套用 所以套用之后 它的内容未来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这就是你如何测试你的广告素材 OK 希望大家有理解到这个概念 为什么要测试广告素材 因为不好的广告素材的话 就不要花太多钱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因为我可以先测五个广告素材 然后看 点击点缘率真的很烂的 我就把它关掉 对不对 然后留下好的素材就好了 然后留下好的素材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是我可以再建一个新的广告活动 然后我做什么测试 我可以开始测我的广告组合了 就是我测我的受众了 但是我拿什么来测试 我拿表现好的广告来测试 我不要在测受众的时候 同时还在测广告 因为你同时测太多东西了 你就根本就没有 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就是这个好是受众好还是素材好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要先把好的广告素材捞出来之后 然后第二个我们再建一个新的行销活动 然后这边我就开始测不同的兴趣了 冰沙 健康 瑜伽 减肥 然后麦当劳 随便不管你想要测试什么都可以试试看 所以这就是如何实际的在脸书上面建一个测试素材 之后然后接着把好的素材拿出来 然后再来做投放 其实整个脸书的投放的策略逻辑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不断的回去测新的广告素材 因为刚刚做了一个实际的展示 我相信应该已经cover到简报里面非常多内容 所以简报内容就可以让大家回去参考 因为今天时间说真的不多 要讲这个真的是很难 不知道到底可以讲到什么程度 所以就尽量弹性一点 让已经有做过的人跟没有做过的人 都可以得到一些好的好处这样子 不好意思 就是如果你觉得怎么忽然跳那么快 怎么忽然一下这个 先跟你说真抱歉 实际的操作我可能还是要看脸书的后台的教训 好那行销的目标 这刚刚已经展示过了 OK 然后非企业管理的行销目标 这个大家可以到时候去参考 就是如果你不是电商的话 你可能是其他的有些其他的这个需求 就可能可以考虑其他的行销活动目标 OK 就可以试试看 但那些我自己的经验不多 我都是做电商比较多 还有做B2B的销售的行销比较多 所以其他我不熟的 我就让你们自己去研究 我也不乱讲话 好 然后我刚刚有展示过了实际的操作 然后广告受众的话 今天我觉得没有时间去讲 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自定受众就是运用自己现在拥有的名单 作为广告投放的受众选择 OK 这叫自定受众 那你拥有自定受众之后 你就能够伸出很多的类似受众 OK 就是根据你有消费者资料找出更多 那自定受众通常都是在投这个温 OK 温跟热的 就是这个流量 自定受众是温跟热 但是类似受众就是又回到冷流量了 因为它是新的潜在消费者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了解就是这些受众代表了什么意义 兴趣受众是冷消费者 类似受众是冷消费者 自定受众通常是温很热的消费者 所以如果你要投行销漏斗下面的这两层的话 通常你都会到自定受众的这个层级里面去 但是如果是冷上面这层的话就是类似受众跟兴趣受众 受众怎么去后台做设定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后面有一个audience 位置快速的跟到时候看影片的你就是说一下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有一个广告受众 OK 所以你到广告受众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去见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就是自定广告受众 类似广告受众 就在这个地方去测试 然后我刚刚做的这些东西还没有发布 就是如果你点了蓝色 它才会往上上传上去 OK 现在所以这边都是草稿而已 就是都没有改变 所以你自己如果在编辑自己的广告账户 你要知道 就是蓝色这个按钮才会把那个改变 给上传 好 这些都太细节 就是最佳化投地跟出价成本上限 基本上一开始投都可以忽略 然后广告规则也很进阶 就是一开始 如果你的广告预算不是下很大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就是多花点时间看 比如说每一两个小时看一次 每一两个小时看一次 每一两小时看一次 广告成效 然后去决定自己该不该停 该不该增加预算等等 但如果你真的管理非常大的预算 然后管理非常多的广告账户的时候 那么你才会用得到自动的规则 就是自动帮你停广告 自动帮你加预算 但是这个也是太进阶的东西 然后广告格式的类型 最多会用到的是当然图片 单一图片 单影像 然后再来就是有轮播的那种 就是底下很多图片 然后你可以滑的那种 然后再来我觉得一个非常值得尝试的 就是精选集 它们现在叫做即时体验 Instant Experiences 就是点了之后 直接在脸书里面 然后就直接可以像一个网页一样的东西 因为体验很好 就是全部都是在脸书站内 所以这个效果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但是最快跟最简单跟最常见的 就是这种图片跟影像的 这是刚刚讲那个即时体验的东西 可能有些人会点过这样的广告 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要测试 然后在这里呢 我也分享给大家一个我觉得国外 这是因为我通常研究案例比较多 都是在国外的 我觉得国外的东西做得不错的 广告素材 那如果你是在做电商的话 其实你可以参考一些国外国内的 你会需要不同的广告素材 来针对不同的消费族群 所以像这一种 它比如说你可以看这一个 就是没有银行为的重担 这是我的肌肉一样 我能比较少 这个有道理蛮有趣的 好就是如果只是卖 卖重担的话就蛮无聊的 就重担还能怎么样 但是它卖的卖点就是你可以省时间 因为有银纤维的床单 就不用那么长的戏 我只要讲的就是 所以这种广告就是厂商拍的 你可以看得到 他是找一些演员来演 好那除了这一种呢 他会再拍这一种 就是消费者体验 我没有在美妙睡觉 我只能睡在这些树上 然后每天我醒来 我每天早上 我的肌肉很亮 他们感到很棒 超微柔和轻轻 我终于改变的 还有美妙检子 我感到很爱 这种超微柔的银 是融入的全自然的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种广告类型也是有 比如说单一的 单一网红在讲也有 有多多 那我刚刚全部拿下来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些是任何一个时刻 这个广告账户在跑的 所有的广告就是这么多 ok 因为他针对冷的流量 也在跑一种特定的广告 温的也在跑 热的也在跑 因为同一个商品 他会有非常不同的 多的广告创意同在跑 那为什么会要这样做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每一个人需要被说服的角度不一样 ok 就今天有些人是很理性的 有些人是很感性 有些人要看数据 有些人要看别人的证实的 每一个人被说服的角度都不一样 所以要能够说服你的消费者的话 你的广告创意就是不能够只有一种而已 如果只有一种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办法做到最好的说服 所以就为什么 大部分的品牌 他都有非常多的广告创意同时在里面跑 因为第一个说服的角度不同 第二个 如果你一直看到同一个广告的话 你很快的就觉得很烦 你下次看到那广告就马上跳过 那他就没有机会再跟你沟通了 所以他需要透过不同的广告 来跟你做多次的沟通 你才能做到 跟大家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叫做Facebook Ad Library 叫做广告档库 这是很重要的工具的原因是因为 你在台湾会有很多你的友好的竞争对手 是你可以参考跟学习的对象的 所以脸书以前是看不到这些对手在跑的广告 但现在可以了 进来这广告资料档库 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在台湾 然后广告类别可能是所有的广告 好 所以假设我想要看随便选 City Social好了 我可能想要看他们现在跑什么广告 我就可以输入他的这个广告专页的名称 然后在下面就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说在跑的广告 OK 所以他们就是现在可能在跑这个呼吸训练器 然后有跑这个机器人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了解就是 哦这些其他的竞品 RecoveryPole特殊设计 支撑肩胶 好都可以播放 可以在跑什么样的广告 你都可以随时的看 我刚刚有开另外一个工具给大家是 这个GetSpider 如果你觉得广告很酷 然后你觉得很棒 我未来想要储存起来的话 你在广告档库这边呢 他这些到时候如果过期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存他了 所以这个免费的APP 叫Spider 是可以帮你把这个广告给存起来 那这样的话未来你在团队里面就可以分享跟分析 所以你们可以 你们就可以自己建立自己的档案库就对了 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点这个 按钮 然后复制广告连结 然后到Spider免费的工具里面 把这个连结丢进去 然后按Save 他就会抓 然后他抓完之后 他就存在这个地方 现在他已经进来了 没有在长毛 所以下次你在进来的时候 他就不会不见 所以你就可以长期的观察你的竞争对手 友好的竞争对手 他们在做哪些广告 然后把它存起来 然后未来你可以去 在这个广告创意之上 在发想你们自己的广告创意 那也可以参考不同的竞争对手 去了解就是 不同产业里面在跑什么样类型的广告 然后去把它收集起来 因为未来你在跑广告呢 你会发现你遇到成效的问题 通常呢都不是你的针对 你的受众 你的优化什么都不是 其实通常的问题呢 都会在你的创意上面 就大家已经看腻了 已经说服不了人了 你需要新的广告创意 所以你会需要大量的做新的广告的创意 才能够持续的让你的广告的成效做得好 有效的长效的去收集这些灵感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今天的内容就准备到这边了 然后剩下有些是都在简报里面 一些更细的更进阶的东西 还有一些当你投放了之后的优化的东西 这可能大家就需要自己花一点时间去看了 因为今天的时间真的比较有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希望大家都得到一点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